追蹤所有步驟 進入Chamro 你們電競的GS系列是都消失了嗎? 還有在啊 可是它更新的速度 名字會改成是Stealth 所以你看到Stealth的機台 基本上都是GS的後代 對的後代 然後一台的重點其實是這台 就是Stealth 16 Mercedes AMG Motorsport 然後這台算是這次新發表的 然後它最主要的是跟AMG聯名 它其實是 就是外面貼一個 對 有特別貼那個AMG的東西 然後它其實後面這裡 也有加入那個AMG的一些試機元素在裡面 然後它的顏色跟 那個 一般版的 Stealth 16有 呃 不太一樣 這台用的是Celenite Grey 就是AMG他們專屬的一個顏色 對 然後 它其實 這台應該說它會是限量版的 它會是限量版的 然後它的 那個整個機殼設計 它是 我們是用鎂鋁合金來去設計的 所以它 相較於 這邊也是嗎? 對 這邊也是 它整個 除了這個 P鍵的 這個是塑膠之外 其他的 都是 沒鋁合金的 對 然後就是 這台其實最主要就是加AMG的元素在裡面 包含它的出風口 然後它鍵盤也有一些 那個 呃 算是外觀上的調整 包含它的 space線 然後它的 好 對 然後 D鍵 D鍵的部分也有 就是也有加入AMG的Logo 然後旁邊也有加入這個MG的Cream在上面 OK 包含腳 腳墊也是 對 然後這台Spec 基本上就是最高可以上到i9 然後 GPU是上到4070 OK 然後螢幕跟現場版的也會不一樣 它這台會是OLED的螢幕 然後用的是4K OK 然後 這個其實 這一台主要就是它的外觀 外觀有做聯名 這其實是 跟16其實已經有了 只是 對 算是在 再做一個 改一下這樣子 限量 OK 然後包含了它的 就是如果買這一台的話 它外面也會有一些 喔 配件之類的 它配件也有特別來去做設計 包含它的彩盒 然後裡面的像你看那個 對 收納包 對 收納包 然後它的滑鼠 滑鼠電 然後 甚至連USB都有 OK 然後 Attacker也有 OK 就全部都 跑出一個Logo這樣 沒錯沒錯 OK 就是 跟他們來合作 你們只有合作這一台 MG這一代的話 對 OK 那一個 我們來這樣看 可以嗎 你可以嗎 做很快嗎 可以嗎 谢谢大家